大概就是把區跟時間做個交叉分析 這個也許自己玩玩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也可以換個資料 比如說除了什麼呢 比如說台北市的竊道案件之外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好像還有其他的 這個竊道案件它點擊進來 它底下其實也有找一些相關聯的 你可以看一下像那個什麼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其實我也蠻想知道的 但歷年來的這些竊道案件 是增加還是減少 還有像自行車 好像有同學是騎腳踏車 到底停在哪邊最不安全 還有機車的 之前有同學坐機車 到底哪個地方最容易失竊 底下這邊還有 什麼受刑人跟教育程度有沒有關係 我想知道說 到底學歷越高 是不是相對它比較不容易犯罪 我不知道 這個其實是資料裡面呈現出來的 那除了說台北市之外 還有其他縣市 不過你其他縣市的話 你也可以再找找看 但是你可以 但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換個資料 像那個桃園 我看一下桃園 你可以看一下桃園好了 比如說剛剛切換鍵 下一個就是桃園 那檢視一下 它的編碼方式是UTF-8 剛剛是Big-5對不對 Big-5開的時候不會出錯 可是未來你們會遇到很多 因為開放資料裡面 很多資料都是UTF-8 如果UTF-8下載沒問題 但是你開啟就有問題 如果你直接開啟 如果你直接開啟這個資料的話 你第一個會遇到 如果你資料是UTF-8的話 在我們的Excel裡面 就會呈現這種狀況 你想說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要匯進來之前 假設這個 這個我們就先不管它 如果要正確的話 請你先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不是直接打開 你剛剛那個檔案是放在哪裡 下載有沒有 這邊有三點下載 就這一個嘛 資料中顯示 你不要直接點兩下開 那你要怎麼開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你要從資料裡面 這邊有個叫從文字有沒有 斜線CSB這裡 資料 從文字CSB 那你找到什麼 剛剛的下載 OK 剛剛我下載的那個檔案在哪裡 我看一下 這個 那你想說這個跟剛剛開 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是 它會先跳出一個畫面 問你說你要用哪一種編碼方式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多了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說 主要是這個編碼方式 因為如果你用這個BIG5來開的話 它會是亂碼 那你想說為什麼亂碼 其實就是編碼的位置 我中文的位置 它如果用BIG5在這裡 可是UTF8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秀出來就不是正確的那個位置 那怎麼辦 你就給它正確 怎麼正確 其實很簡單 點選這個清單 找到UTF8 那UTF8在哪裡 大概中間偏上面一點點 中間偏上面 大概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UTF8了 有沒有 所以大概再把它往上拉一點點 拉到大概中間偏上面 然後這邊就有UTF8 它的編號是65001 OK 你就直接把它點選之後 它就會恢復正常了 UTF8 看一下 有沒有 正常了 這個時候 你再按載路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載路的結果就是OK的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那個 到底桃園的治安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啦 所以這個也是桃園的資料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去抓那個別的縣市 或者別類的資料 比如說像我們比較關心的 像是治安啊 還有像其實我覺得交通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 有沒有 像交通 你說交通有變好嗎 好像之前有一日在推說那個什麼 禮讓行 像我們感覺有一點 但是每次過馬路還是提心吊膽的 因為我常常過馬路 常常被車子嚇到 它好像要讓我 但是好像又不讓我 但是最後好像又不讓我 就是突然就被嚇到了 OK 還有一些是突然衝過來 好像跟你比賽 看誰膽子比較大 但最後我是輸了 我們一定要讓他一下 不然你不要撞到還得了 OK 所以現在每次都覺得過馬路 是一件很大的障礙 尤其是那個沒有那個紅綠燈的 有沒有 它只有斑馬線 那我們也乖乖地走斑馬線 但是車子就不讓你 你也過不了 這樣很麻煩 而且台灣其實說真的 這交通常被人要顧病是 台灣人平常都很友善 但是一坐上機車 一坐上駕駛座 就變成一個不是原來的那個人 好像就變成一個很粗魯的人 OK 很野蠻的人 OK 所以其實台灣 我看那個國外YouTuber 台灣這樣講 台灣人都很友善 除了交通上面 OK 而且每年的死亡人數好像一直在增加 好像沒有減少 而且甚至比日本的總人數還更多 像我記得今年好像是3900多個 死亡人數 那日本大概3000 幾乎好像3300而已吧 可是他們人口是1億3 我們是2300 差到好像五六倍 所以意思是我們死亡人數比較多 好像我記得我在看那個新聞 有質詢交通官員說 為什麼我們死亡人數比較高 他竟然回答說 如果把機車的死亡人數扣掉 那會跟國外一樣 這回答好奇怪 我不知道 他意思說 因為台灣的機車數量太多 那機車的造勢率太高了 所以以後如果不騎機車 那應該交通就變好 還是這樣意思嗎 我不太懂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查一下 像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應該有蠻多那個什麼 交通事故的 有沒有還蠻多的 我發現那只是說 到底台灣的交通 又怎麼樣變好 這個其實你們也可以再思考看看 交通事故 有沒有 這邊一大堆 有沒有 酒駕有沒有變少 造勢有沒有變少 然後A1好像指的是 24小時內死亡人數 有沒有變少 重大的交通事故 其實這邊都有沒有 那只是說 有沒有人特別去把它做個整理 OK 期盼有一天 你走在馬路旁邊是有那種 沒有恐懼感的那種 可以放鬆的 每次過馬路都覺得 隨時要 當然OK 這個有很多資料可以自己看一下 台北市交通事故什麼 這什麼班點圖 這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台北市來看 到底哪一個入口是最恐怖的 試顧率最高的 OK 也許你們可以自己找找看吧 那今天的話主要就是請各位完成三個圖 那其他的衍生練習就是等於是算加分吧 如果你有多做 你也可以 就放到後面 OK 那如果你想要再做其他的練習 那你也可以再去找其他練習 那也可以當成作業繳交沒關係 OK OK